台灣是個充滿多元文化的寶島 在過去曾有多次大規模的移民遷台 先後也經歷許多不同的文化統治 隨著時間流逝 台灣形成在地特有的文化 交通大學客家文化學院 近日展出1895年 台灣與日本以衛戰爭的珍貴史料檔案 讓大家更了解台灣社會的變遷 我想身為台灣人 或是身為台灣的客家人 過去我們除了甲午戰爭以外 我們對自己身上發生的重要的事情 就像說以外戰爭這件事情 課本上並沒有教 社會上也不太談起 那現在有這樣的一個機會 不是說以外戰爭過了就算了 那對我們來講 這個才是開始對年輕的學生 對我們新竹附近的民眾 來介紹這個以外戰爭 對這塊土地的重要意義是在哪裡 這次展覽由多角度呈現1895以衛之意 除了展翅屋當時工部門的史料檔案 更收集到不曾出現過的私人文物 展現出當時清朝 台灣民主國 以及日本三邦之間的巧妙關係 讓民眾觀看之後 能夠翻轉對於這段歷史的許多想法 這個展覽主要它是一個全面性的重新 來認識儀位的這個過程 所以我們才把它叫做翻轉1895 意思就是說會跟你過去所了解的儀位不太一樣 它的保存的資料裡面呢 又有有關台灣民主國的很多東西 比如說台灣民主國的郵票 甚至郵票者都是過去沒有出現的 另外我們希望傳達的一個概念是 我們要從老百姓的角度去看 他們對於以位之意的觀感 日本人來了 你終究是要生活的 那麼你要怎麼去面對 焦大這次展出以位之意的史料檔案 讓大家知道我們從哪裡來發生了什麼事 以及當時社會呈現怎麼樣的氛圍 就是要讓民眾更加了解自己的文化與歷史 更體會早期鮮明生活的不容易 海破新竹 陳洛宜紅蔡文 請採訪報導